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千次左右 却蕴含了极为深刻的谋略与智慧 他不仅是历代军事家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必读之术 他的基本原则早已渗透到商业竞争 企业管理 体育竞赛 外交谈判等多个领域 作为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子兵法为世人所熟知 但是他的作者孙武却显为人知 很多人甚至把孙武和孙并混为一谈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发现 才解开了这个困扰人们两千多年的谜题 不过孙武作为孙子兵法的作者 他究竟是如何写成这部旷世奇书的 他的人生轨迹中还有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 孙子兵法的哪些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 从今天开始走进百家讲台 和你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上部 看其人其书的独特魅力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兵书的一个贵宝 孙子兵法 中国古代的文明有很多遗产 其中兵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并不缺今天的人们叫做军事思想的东西 我们如果从孙子兵法开始 中国有多少兵法 有四千多篇兵法 太多了 所以不缺军事思想 优秀的 出名的有这么几个 比如北宋 神宗皇帝 赵虚 他在位的时候 曾经编了一本书 叫五经七书 列了七部兵法 一口气啊 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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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法 唐太宗 李静问队 魏辽子 黄师公 三略 六套 等等 赵虚这个人啊 是个黄二代 你别看他是个黄二代 却锐意进去 有本事啊 著名的王恩石变法 就是发生在他的朝代 他全力支持 而王恩石变法 一个成果之一 就是办了一个武学 用现代话讲 就皇家军事学院 那么皇家军事学院 又教科书啊 你办学校没有教科书 是怎么回事啊 于是就编了 我方太说的 五经七书 所以按照这七部书啊 孙子兵法 作为七部兵书之首 足以见到孙子兵法的地位 孙子这辈子啊 知识上也没有写多少书 他就买了六千零七十五个字 这话呀 未必说得多 说短话也是战斗力啊 说有用的话 说太多的话 没用说的话比得甚都虚 没有 所以孙子兵法 抽象简约 这本书啊 好就好在哪 他没废话 字日如鸡 一个字是一个字 这古人跟我们今天写东西啊 说话呀 做出了好榜样 这下面呢 我就介绍一下孙子这个人 齐人 孙子 孙子啊 他就单名 武 姓孙名武 怎么叫孙子呢 就是中国古代啊 把男子 尊称 先生 叫子 你比如庄子 孔子 韩非子 孙子是齐人 齐在哪啊 第一 齐在这么年轻 书写的却这么好 引领着古代世界军事理论的 往前跑啊 到今天西方人都学他 你别看美国西田区校 美国的国防大学 这孙子兵法 是他的选修课 我听美国军官跟我们讲 讲孙子兵法 朗朗上口 所以 2500多年前 这个小青年就写出这么好的书 齐在这儿 第二齐在哪啊 第二齐是中国古书啊 耗入沿海 汗牛冲动 但是有关孙子的资料 太少了 你别说正史啊 就是也史 记载孙子也少 正史就是司马迁史记 那个孙武列传 他的列传五 用了406个字 把孙子给打发了 就出现了孙子很多之谜了 那比如孙子姓氏之谜 孙子到底姓什么呢 姓孙呢 错 有人说孙子不姓田 有人说 你算了吧 孙子不姓田 孙子姓什么 姓陈 从陈国跑来的 陈完 到了齐国 我五四孙 改名了孙叔 孙叔是谁啊 孙子的爷爷 祖父 有人说不是 孙子也不姓孙 姓什么 姓姬 你看看这一会儿的功夫 孙子姓了多少个姓呢 这孙子 姓氏之谜 还有呢 籍贯之谜 孙子是哪国人啊 孙秋是诸国啊 百分之国呢 齐国人 吴国人 不是都不是 有人说魏国人 这是孙子的籍贯之谜 还有家世之谜 孙子的家世 就是谁是孙子的爹啊 谁是孙子的爷啊 孙叔这个人 究竟是孙子的爷啊 还是孙子的爸 真啊 争来争去 也没有个定文 定文什么 史书没记载啊 你想啊 连孙子的爷爷 爹的都不知道是谁 你说孙子的资料 少得可怜啊 还有说孙子的故乡 我方才说那籍贯是国别 就是春秋的国别啊 不是现在的国别 到底是山东什么人 哪地方人 有人说山东 他孙子是乐安的 乐安在哪啊 在惠民 有人说算了吧 孙子是乐安人 但是乐安不在惠民 在哪啊 在薄新 您说也不是 孙子既不在惠民 也不在薄新 在哪啊 在广柔 有人说孙子在举县 孙子在什么 在高堂 等等等等 很多啊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社会上有关这些啊 孙子的 这弥那弥啊 用北大学者李林先人的话 他一针见血讲 在社会上 争故里 瞎编胡说太多 一血一大本 都是骗人 所以大家不要信 还是钱荣苏先生那句话 吃鸡蛋 感到鸡蛋好吃 就用不着去看 下鸡蛋的老母鸡 长得什么样了 知道孙子兵法是好书 看孙子兵法就行了 别再争结他孙子是 哪地方人 哪地方姓氏 他就是骑虏人 一个不为人知的年轻人 如何赢得吴王的信任 他就是采取怎样的办法 把孤女训练成为战士 马俊品读孙子兵法 上部第一集 齐人齐书 作为孙子兵法的作者 孙子留给后世的史料 少之又少 目前仅存的确凿史料 就是司马剑的史记中 一段区区四百多字的文字 而在这四百多字的史料中 主要讲述的 还是孙子 《吴宝交战》 《吴宫交战》的故事 那么《吴宫交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处处茅庐的年轻人孙子 究竟是如何赢得吴王的信任呢 请继续收看 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读 奇人奇书 现在我讲讲吴公交战的故事 然后咱们也去猜一猜 吴公交战给我们透露是哪点 哪几个问题 故事发生在哪一年 哪一月哪一日 司马前没讲 只是说呀 吴国当时有个小青年 叫孙武 写了一本书 让吴王和驴看到了 吴王和驴啊 就想见见这个人 何驴是何许人也啊 哎 这个人厉害 春秋啊 猪霸之一啊 他姓姬 明光 姬光 是吴国二二四代君主 这些人非常有作为 那么何驴啊 听了有人说 孙子这个小青年写的书 好 那见见他吧 国王要见一个人呢 那当然了 很容易了 国王把他叫来来来 然后吴王就跟他说了 说谁 司马前就如下记载 何驴一月 此之三篇 武进关子 可以小事乐兵乎 怎么样 你的手我看了 咱们试试 带着兵 给我训练训练 行不行啊 孙子说 诺 行 可以 为什么孙子知道 这是吴王要考核我了 那么吴王 当即就让他两个妃子 去一共一百八十人 分成两队 你们各当队长 去让孙子 孙先生 在操场训练吧 孙子就把这帮人带过来了 带过来先问 你们知道 心的位置在哪吗 知道左手在哪 右手在哪吗 知道你后背的方向在哪吗 这些宫女啊 一听啊 因为孙子当时二十多岁啊 这小帅哥成心啊 谁不知道心在哪啊 心在这 谁不知道左手在哪 右手在哪啊 后背在哪啊 怎么意思啊 他奇怪啊 他宫女啊 他不当回事 这个小色鬼 这有意思跟我们搭讪呢 他没想到这个后面 孙子说实话的用意 所以就笑个别停 知道哎 拉个长椅 叫滴滴的 孙子一机灵啊 但是不动声色 继续 把动作要领告诉大家 说一会儿啊 我下令 向前看 那么你们的眼睛 就要看着心 冲着那方向 向后转 你们就要转向 你后背的方向 向左转 要向 你左手的方向转 向右转 向右手的方向转 听清楚了吗 他交代动作要领啊 公民们说 好嘞 听清楚了 就知道 你军人 你说是 就完了吗 他不是军人 不是吗 他又是一个宫女 再不就是皇帝的小妾 孙子都交代清楚了 然后 让军事 把刑具拿来 把刑具一拿来 这宫里这个乐呀 咬 怎么着 给你个棒 所以你还真当真呢 我们这里面都是谁啊 除了皇帝小妾 就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啊 你还怎么着真干 跟我们上大刑伺候啊 这不是过家境吗 不就是过家境吗 就根本就没有在乎这事 差点意思 然后 这个结果呀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孙子说右 他向左呀 孙子说 立正他少席 嘻嘻哈哈 哈哈嘻嘻 孙子说这个事 我有责任 他有什么责任 我没讲明白啊 这是女人啊 我再来一遍 他又来一遍 把过去放在军事 动作要领 又告诉大家 宫里面还是嘻嘻哈哈嘻嘻的 孙子这回才明白 这不是你没听明白 这也不是我没教明白 这是什么 这是你拿我开算 于是孙子讲了 司马前记载了 约束不明 身令不俗 将之罪 鸡名 而不如法者 立事之罪 纪律不严明 号令不熟悉 是我带兵的作所 既然纪律 号令 我都颁不下去了 讲清楚了 你却不按照去做 那就是你的事 于是下令 军法官 挣钱不听号令 何罪 斩啊 按律当转呢 绑了 这把两个宫律 催手斩了 要斩首 何驴这个时候在点电台上看着呢 哎 你还真的动真的了 然后何驴马上心中大惊 急着人拍 快快快 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 寡人与之将军能用兵意 寡人非此二计 直不甘位 愿勿 咱也 好懂啊 这句话 我知道你能用兵了 行了 打住吧 你把我这两个艾基杀了 我吃饭都没味了 所以不让他傻 所以说孙子 很严肃的讲 讲什么 臣既授命为将 将在军 军命 有所不授啊 这后来改为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授 就这来看 那我 既然授命为将 那么对于君主 国王 您的指令 可以 遵循 也可以 不遵循 一下子把两个艾基给杀了 这杀了这俩鸡啊 这两对猴啊 可就排排列列 七七整整啊 你为什么呢 这些宫女一看 哎呦 这哪是帅哥 我阎王这啥 再也不敢了 孙子就达到了训练的目的了 看上去像个真正的正规的军人 孙子看着 对我练得不错了 于是向和律报告 兵计 整齐 亡可 事下 官知 为王所欲用之 随富 随火 又可以 意思说 队伍已经整整齐齐了 大王 请您试试 下来 来看看 你现在就是拿他 拿这只两 一百八十公里出去 打仗 没问题 付汤刀火 完了 活完了 和律呢 两个爱妾 这小妾 被杀了 他能看上去吗 他哪有这个妻子 于是索然 你回朝他所休息去 我不愿再往下看了 这孙子一听 哎呦 您这是对我有气呀 不行 我不能这么走了 我得挤着你几句 你让我练兵的 我你是不高兴 于是他说 王图好奇言 不能用其实 扔下这句话走了 意思说 看来大王不过是喜欢我的兵书 而并不是真心 用我的训练的方法 军事观点 来建设军队 训练军队 用后来的话 你就夜宫耗龙了 扔下这句话走了 吴王和律一听 不对啊 这话不是味啊 好好想想 过错在意自己 我让人家训练呢 人家把女人打造一身真正的军人了 你怎么还不高兴呢 这是我的错 于是赶紧承认错 司马迁记载 于是何吕 之孙子农运兵 读一为将 拜他为大将呢 西部强鼠入影 北魏齐进 显明诸侯 孙子于有利言 这是司马迁 孙武列传的最后一句话 这就是我讲的 《无功交战》的故事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默默无闻的孙子 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 见到吴王和律的 吴王和律又为什么要用宫女 去检验孙子的身手呢 麻俊品读孙子兵法 上部第一集 奇人奇数 孙子以其雷厉风险的风格 与果敢执着的态度 在吴王宫殿之中 展示了自己的智谋和实力 也让吴王和律彻底折服 然而 当孙子在十九岁离开故乡 来到陌生的吴国之时 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能够走进王宫 见到吴王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那么孙子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 最终见到吴王和律的 吴王和律又为什么非得要用宫女 来检验孙子的身手呢 那么从这个故事 我们看了以下几个问题 B 吴王和律 他怎么知道 孙子通晓兵法的 马上一问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没有媒体啊 要知道啊 没有媒体 和律又没去过齐国 也没到过其他国家去 微服私访 那么在乌公交战之前 和律 也根本不知道 孙子是一个能争善战的民将 因为史书没记载啊 孙子是几乎是横空出世啊 那天下调是什么一个这么个人 吴王和律 他怎么知道 孙子通晓兵法 这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我 根据 推理 我觉得很可能孙子 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吴国一段时间了 到吴国干嘛呀 开设物馆 那么当时 孙子 孙子讲的兵法内容 于当时周朝 但主理思想 人和理是截然相悖的 不一样 孙子当时打仗 不加上 不英雄 他主张这个 什么意思啊 不能成人之威 对方遭受自然灾害了 不要去打人家 这番国军死了 不要去进攻人家 打仗要有理啊 主张什么 东夏步兴师 什么叫东夏步兴师啊 东季严寒 别打仗 夏季库祖 别打仗 这是在孙子前 战争是这么玩的 好嘛 按照当时 这种战争道义 战争实际上 看来是很绅士的 一件事情啊 而孙子则不然 直接了当讲 兵者鬼道也 兵以诈力 攻其不备 出其不义 讲的是成人之威 这和周朝的礼 周朝的人直接相悖的 于是大家感到新鲜 口耳相传 学的人越来越多 多到什么程度 司马前没说 但至少多到了 这个人家通过口耳 传到王宫里去了 吴王终于知道了 自己的国土 拐侠范围内 还有这么一个人 于是把他召进王宫里来了 这是通过武功交战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 和驴为什么用宫女去试试孙子的身手 那么我想啊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传统的人 这种思想在和驴的思想 和驴那脑袋里了 影响非常深 而现在呢 孙子的军事思想 军事观点 又如此崭新 和驴有些动心 他动心了 但是又不敢相信 打仗应该那么大 你怎么想这么大呢 他又不敢相信 于是他就把 在当时军事家 根本看来 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叫孙子去干 女人是不能上战场的 他当时啊 我让你把女人训练成军人 我看看你的军事思想 崭新到什么程度 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第三 武功交战 告诉我们 持不带兵 周朝啊 建军思想之一 就是仁义改人啊 而武功交战 表明孙子从严要求 兵法从哪来的 兵法是从军法 那衍生而来的 先有军法 后有兵法呀 最早的兵法 都是军纪呀 慢慢贬任兵法了 另行禁止 绝对服从 放弃个性 他讲这个 否则 拉去斩拉 军法从事 持不带兵 武功交战 讲的第四一点 和驴 是一个能够 接受新思想 敢用新人 求贤热可的 君主 这里面就要 一 我要把国家搞强大了 国父 民强 而国父 民强需要什么 人才呀 孙子杀了我的爱两个爱妃 但是 我得到的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 而且还是个理论家 有人能带兵 不会写东西 他呢 什么都能干 你这多值啊 所以尽管 他把他的爱妃杀了 尽管他好像挤在地方 这个吴王和驴 还没有利用国王的威望杀了他 杀孙子 而是重用他 大家想一想 如果和驴是个昏君呢 一刀把他们赢了 我们还知道孙子吗 历史就该写了 因此 由于孙子有才 由于和驴需要 孙子才有了用武之力 一拍即合 缺一不可 这样呢 孙子兵法 才真正走出苏哉 成为呢 战场上 刻地制胜的法宝 所以啊 人呢 要有地位 首先要自己有作为 七人孙子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横扫欧洲无敌手的拿破仑 为何没有征服英国 随末农民领袖刘元晋 火攻敌人 为何功败垂成 马俊品读孙子兵法 上渡第二级 战略是个大问题 孙子 孙子因为武功交战 一举成名 从此深得武王和驴赏识 在之后的二十年时间 孙子历经和驴夫差两代武王 他立兵莫马 南征北战 为武国击败越国 称霸东南 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武国的强敌越国 在经历战败之后 支持后勇 越王勾建 卧心长胆 积蓄力量 准备东山再起 而武王夫差 却耗大喜功 放松警惕 同时四面树敌 穷兵独 还斩杀了武国的 武功之臣 名将武子虚 孙子只好悄然归隐 最终不知所踪 公元前473年 越军大败吴军 武王夫差自本身亡 武国灭亡 孙子虽然归隐山林 却留给世人一部 传奇的孙子兵法 这部书在当时 绝对称得上 是石破天经的奇书 那么 这部奇书的神奇之处到底在哪里呢 那么一个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写这么个书 居然有这么大魅力影响 二十郎当岁 我想这里面不仅仅是个石破天经的问题 主要是那个时候 孙子讲的跟那个时候截然不一样 在孙子之前打仗得有范儿啊 要讲究礼 要贵族的范儿 有很多东西啊 有很多东西啊 打仗要光明正大 Fair play Fair play 不能用外面写道 不能过于认真 不能穷追猛打 在孙子之前 你比如 在左传上 有这么一段记载 君子不从商 不请二毛 古之为君也 归族爱也 寡人虽芒果之余 不古不成烈 这里面这段话讲了一个故事啊 讲的是什么呢 公元前六百三十八年 宋湘公与楚国作战了一段往事 在洪水啊 宋国军队先到了 宋国军队少 楚国军队多 楚国军队走到渡河呀 渡到半道 宋湘公的大将子余说 祖公啊 打吧 这是在抗登陆作战中 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叫半渡级 打 敌人在水里 谁有阻力 阵形又不齐 宋湘公说什么 别打呀 人家称人之危吗 不要打 在那等着 等着人上岸了 上岸了 大将子余说 再不打就坏 这叫抗登陆作战最后一个最好的时机 背水机 宋湘公说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厚道呢 你人被弄整齐呢 随随拉拉的你就给你打仗 站整齐了 再打 那时候打仗有百个Pulse啊 结子的这个 等人家战好了 战好了 打了 打了 鸣鼓了 等等 人家一下把他打八爷了 他受伤了 受伤了 回去人就埋怨了 你说 祖 你怎么干这事呢 咱傻呀 他就说了方才那句话 他说什么 就一个有人德的君子啊 作战时候啊 不要去攻击已经受伤的人 不要去打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兵 不请二毛 二毛什么呢 就是杂毛 白头发 黑头发 相间的 那肯定连你大厨 个别的少白头 不请二毛啊 不从伤 人家已经受伤了 你干嘛 你还要打人家 以前的人 前人打仗啊 不是靠着观赛 显爱 即便我这宋国灭亡了 我也不能忍心打那些 没有摆好队形的 对手 不鼓 不成烈啊 你就是为个毛泽东同志 后来恨他 宋相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就争 你看他贵族贵的到什么程度 而这一切的贵 被叫孙子劫杀了 讲什么 讲兵者鬼道也 能而是是不能 用而是是不用 近是是远 远是是近 然后还是说什么 利而幼之 乱而许之 刺而被之 强而避之 弱而绕之 被而交之 一而劳之 轻而离之 他讲了这么多 然后又归纳一下 特别强调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想着发的 打仗就是想着发着 让对方不痛快 变着招着 跟对方宁着来 敌人怎么难受 怎么打 讲这呢 这就是鬼道 用现在的话 孙子的军事实际上是犯超流 他不讲道德 所以战争是杀人的 在战争这个舞台上 孙子告诉 生杀生死就在前面 少拿道德说事 什么操刀都可以用 什么招好 就用什么招 对这孙子兵法 恰恰就开了 中国兵法这个先后 在此之前 兵法就不讲这个 那么孙子兵法 还有一期 期在哪儿 不仅军人看 而且地方老百姓 不拿枪的老百姓 也喜欢 有的企业管理人员 把他作为呢 百业心肺之圣经 百博 为什么 把他作为圣经呢 一个企业管理人员 为什么要看孙子兵法呀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